历未记第27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如果人取特别的愿 现身给耶和华 就要依照你的估价现身价 你应该这样估价 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 你要按照圣索衡量银子的标准 估价550克银子 如果是女人 你要估价342克银子 如果是5岁到20岁 男子的估价是228克银子 女子是114克银子 如果是一个月到5岁 男子的估价是57克银子 女子是34克银子 如果是60岁以上 男子的估价是171克银子 女子是114克银子 那人若是贫穷 不能支付你估定的价 就要把他带到祭司面前 让祭司估定他的价 祭司就按着许愿的人的经济能力 估定他的价 如果所许的是 可以献给耶和华为贡物的牲畜 献给耶和华的任何牲畜 都要分别为圣 不可更换 也不可代替 无论是好的换坏的 或是坏的换好的 都不可以 如果人一定要以另一只牲畜 代替以前所许的牲畜献上 那么以前所许的和用来交换的 都要分别为圣 所许的若是不洁净的牲畜 人不能把它献给耶和华为贡物 就是把牲畜牵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按牲畜的好坏估价 祭司估价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他一定要把牲畜赎回 就要按你的估价多负五分之一 如果有人把房屋分别为圣 献给耶和华 祭司要按房屋的好坏估价 祭司估价多少就定他价值多少 把自己房屋分别为圣的人 如果要赎回房屋 就要按你固定的价银 多加五分之一 房屋才可以归他 如果有人把自己产业的一部分 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你的估价要根据那地的洒种量 每洒大卖二十公斤 估价五百七十克银子 如果他从洗年起 把自己的田地分别为圣 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定那田地的价值 如果他在洗年以后 把自己的田地分别为圣 祭司就要照着到下一个洗年 所剩余的年数 给他计算价银 然后从你的估价减去这价银 把自己田地分别为圣的人 如果一定要赎回田地 就要按你的估价多付五分之一 田地才可以归他 如果他不赎回田地 而卖给别人 他就再也不能赎回田地了 到了洗年 买主就要交出那地归耶和华为圣 像永属耶和华的圣地一样 归祭司为产业 如果人把买来的田地 不是自己承受为业的田地 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祭司就要按照你的估价 给他计算 直到洗年为止 价值多少 他必须当天付给你 固定的价银 表示把那地献给耶和华为圣 到了洗年 那地要归还卖主 就是归还那承受那地为业的圆主 你的一切估价 都要照着圣所衡量银子的标准 唯独牲畜的头一胎 无论是牛或是羊 既然头一胎是属于耶和华的 人就不能再把它分别为圣 因为这本是耶和华的 但如果是不洁净的牲畜 它就要按照你的估价 加上五分之一把它赎回 如果不赎回 就要按照你的估价卖掉 一切永属耶和华的圣物 就是人永献给耶和华的物 无论是人或是牲畜 或是他承受做产业的田地 都不可以变卖 也不可以赎回 一切永属之物 都是归耶和华为至圣的 如果有人永属牲畜 做永属耶和华的圣物 就不可赎回 必须把它杀死 地上的一切 无论是地上的种子 或是树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如果人一定要赎回这十分之一 除物价以外 还要加上五分之一 牛群和羊群的十分之一 就是一切从牧人帐下经过的 每地十支 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人不可理会是好或是坏 也不可把它更换 如果一定要更换 本来的与更换的都要分别为圣 不能赎回 以上这些 就是耶和华在西奈山 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的律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